比较一般的表现了 谢思义和陈爱森 这个难度相当大 409C 向内翻腾四周半报夕 难度是4.1 这个动作也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能够在难度表上找到的 最大难度的动作 在双人比赛里面 搭档还是非常的少见 第一次出现是在去年 2011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 当时呢是墨西哥的选手 做了这个动作 好的 很棒的一个动作 非常棒 这个穿红色短袖衫的 就是广东队的总教练 吴国村教练 这个动作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刚刚也是提到 世界上第一个在双人里面 做的配合的 就是墨西哥的搭档 在2011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 然而虽然是这么大的难度 他们也算是勉强完成过来了 却没有能够进入到复赛 原因就是这个动作难度太大了 很难完成的好 也就是说真正在十多分上 是比较难拿到一个高分数的 刚刚这一跳 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跳 这就是白马亚地想起来的 老马亚地想起来的